鞋儿带女,满身行囊,这不是胜利将军的凯旋回归,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军战俘被遣返回国时的真实影像。 那么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可胜利国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都是怎样呢? 那些战败的日本战俘,其最终的命运又有何不同? 比如此刻画面中我们所看到的影像,这些穿戴整齐,身背包裹的日本战俘,正是从中国被遣返的侵华日军,当年我国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 可谓是十分的宽容和大度,不仅没有将这些罪恶的战俘关进集中营,反而对他们是十分的优待,不仅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生活环境,还每日按时按量为他们提供食物,甚至这些物资比当时中国的正规军还要好。 且在战争结束后,我国还专门设立了有关日军战俘遣返回国的机构,来尽可能的帮助他们返回日本,不仅没有将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用在这些日军战俘的身上,更是用以德抱怨的形式, 给这些万恶的日军提供了最大的帮助。 但相较于中国的宽容,其他国家的态度就显得不是那么的友好了。 这其中态度最为激烈的便是澳大利亚,由于当年日军在战争中十分残忍地屠杀过澳大利亚的战俘, 所以等到日军投降后,澳大利亚便对这些已经投降了的日军进行了严厉的报复措施,直接拒绝他们的投降,并大规模地处决了这些日军战俘,以报当年之仇。 除此以外,前苏联对待日军战俘的态度同样猛烈。 俘虏的六十万关东军,前苏联处决就处决了六万两千余人, 而剩下的日军,大多被前苏联送往了西伯利亚等偏远地区,进行苦役劳动,使他们为免费的劳动力。 而这些在西伯利亚中土豆的日军战俘,不仅要遭受严寒饥饿,还要遭受繁重的劳动等多重磨难, 而能活着健康回到日本的战俘,简直是少之又少。 当然,除了前苏联和澳大利亚这些的激进派,还有一派的态度则是相当复杂,比如美国。 前期战争时,日军对待美军的战俘同样残忍,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对日本的战俘进行极端的虐待或报复, 反而十分积极地帮助日本重建家园,不仅遵循了国际法和战争惯例, 还安排部分日本战俘进行一些情报的收集和战略研究等工作,可谓是十分的令人不解。 但不管怎样,这些日军所做过的事情都将会被历史牢记, 他们所侵犯的国家和地区也都不会忘记二战时纪自己国家所遭受的磨难。 那么看完以上视频,你觉得哪个国家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最能让你解气呢? 或者哪个国家的做法让你最不理解呢? 欢迎您评论区内与大家一起探讨,我们下期再见。